你们生活在中国国内的朋友们 你们想想你们身边是不是所有层面 霸凌现象都极其普遍 只要你在这个层面中是弱者 你就一定会被各种形象去霸凌 这个弱者呢 有可能是你真的弱 有可能是你心存善念或者良知 有可能是你处在这个位置上 为了利益不得不弱 但是只要你是弱者 就会各种各样的霸凌 跟大家讲一个词 大家都听过叫霸凌 对吧霸凌 咱们应该知道福建近江临水中学 一个叫李某凡的初中女孩 又跳楼自杀了 写的遗书就是不堪霸凌 其实呢就是很多人都以为 就是我们现在中国社会 大家不是吃钢烟 但是是逼着大家活不下去 现在很多人都在讲 中国教育领域中这么多霸凌 前一段时间三个初中孩子 把另一个霸凌的孩子弄死 但是大家有没有知道霸凌这个词 来自于一个英文不理 不理 霸凌英文不理 这个词的中文意思就是 持强凌弱者 横行霸道者 这这个词本身是一个名词 就是霸凌是一个音译的词 但是实际上霸凌这个现象 绝不是中国教育领域中独有的 我们是在教育领域中 大家会容易激起来 而且最近自媒体传的比较多 现在的霸凌孩子对孩子的霸凌 幼儿园的老师对孩子的霸凌 学校老师对孩子的霸凌等等 霸凌的类型咱们最近在网上 大家都比较看到了 国内辱骂呀 推嗓 脱衣服 动手 土痰 强奸 尿尿 喝尿 吃屎 吃蟹 殴打等各种花样 大家都能看到很多视频了 这个东西好像一下把大家挑起来了 说现在中国社会中 教育领域有那么多霸凌 但是我跟大家讲 我的角度来讲 没办法解决 教育领域中的霸凌 根本不是教育的问题 这是一个整个中国社会 共有的现象必然出现 你们生活在中国国内的朋友们 你们想想你们身边 是不是所有层面霸凌现象都极其普遍 只要你在这个层面中是弱者 你就一定会被各种形象去霸凌 这个弱者呢 有可能是你真的弱 有可能是你心存 善念或者良知 有可能是你处在这个位置上 为了利益不得不弱 但是只要你是弱者 就会各种各样的霸凌 就像大家现在看到的最近的网上一些小视频 3月24号 陕西榆林收费站的一个工作人员 强迫那个大车的货车司机去吃自己倒在垃圾桶里的那个饭 那个面 大家看吧 有视频 还有像3月21号 济南街头都是这个月 那个外卖员打那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那个打的呀 那两个老人那个头发打打打 打完然后拽着不走 屁打 那么长时间 大家应该在国内网上都看到 都是下死手的打 对 就是这种霸凌 现在的中国社会是全体霸凌的 警察就不用说了 霸凌你就不用说了 就唯一的区别 所有东西都会传 唯一的区别就是霸凌的方式跟对象有差异 但是一定都是霸凌 你在社会生活中 在工作中 国有或民营 事业边或者政府机构等等 只要你是弱者一定会被霸凌 你说我谈个恋爱 甭管你是男方和女方 你要是弱者一定会遭遇各种形式的霸凌 包括PV 在家里面也是一样 因为大家社会中力气特别重 所以霸凌被弱者被强者霸凌很正常 弱者只有不断的让步跟退缩 才能换取在家里面相对安稳的这种生活 所以呢 我说他们说最近翟欣欣要判刑 我说翟欣欣这个事 在目前中国的社会家庭里广泛存在 对象不一样 不一定都是媳妇对老公 也可能是老公对媳妇 对啊 也可能是婆婆跟媳妇 也可能是什么丈母娘丈姑跟老公等等 都会有 大家见怪不怪就完了 或者离婚或者就能忍受 在中国你想一想哪儿啊 就不是说你面对公检法被霸凌 面对什么税务城管霸凌 你买个房你也可能遭遇霸凌 买个车被霸凌 你看个病被霸凌 你维权也一样会被霸凌 衣食住行全领域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教育领域中的这个霸凌 不是教育特色 大家明白吗 是中国特色 是整个这个国家社会所有层面 所有领域中都会出现的 对呀 你买个车 你那个冲超宽说你霸凌 然后说一点 人家就得给你取证 你的车有超宽多少 那车能这么超宽吗 这么超宽能上路吗 不 人家作证也得证明 是他妈你冲的问题 你车的问题 你一找媒体不敢报 没人给你报 那个孩子自己的家长 他孩子被三个人杀掉了 他就被中国公安给围起来了 家里面信号全断了 你说怎么 一句话都不能说 你家孩子死了 你也不许说话 所以霸凌是一个整个社会 每个层面都在出现的现象 你怎么解决教育领域的霸凌呢 所以还有人说中国的教育是霸凌 中国国家全都是霸凌 解决不了 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霸凌的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这种独裁机制 这种奴隶和奴隶主机制 是在中国产生霸凌 让这个国家没有道德信仰 产生霸凌的根本来源 所以如果中国共产党还存在在中国这个土地上 按现有模式发展下去 怎么能不霸凌呢 习近平一年能抓240多万人 这些人多少都是冤案呀 去看看那个抖音的法院 怎么不霸凌呢 一个权大于法的社会 没地儿讲理 那怎么办 在很多社会环境中 拼的就是什么 谁胳膊腿更粗 谁背景更深厚 谁更有诠释 对 其他东西都不重要 所以呢 中国的霸凌问题 不是 不是教育的问题 是整个国家跟社会的问题 对 你当个老实人 当个弱者 你怎么活呢 是这么一个问题 所以对呀 你可以呀 但是我怕你霸凌尸祖女 你被尸祖女反向霸凌了怎么办 这现在这个套可太多了 对 现在这个套可太多了 我说的圈套的套 这谁弄谁 那个真是不一定的事 好吧 谁弄谁 真是不一定的事 电动汽车还有一个 大家不知道因素就是雷军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很多电动新军员汽车 现在已经都就在那根线上 活的下去活不下去了 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等着 雷军现在新车的价格 如果巴基雷军那个价格 真的给你 比如说12万9 9万9 给你放一个底价 你放心 现在中国车企40%到50% 立刻就全崩了 这为啥呀 因为你买这车就不会买那个车 这是大件需求 对 所以原来的那些的潜在用户 一下全都奔这走了 对 所以就看看现在雷军是不是 虽然雷军刚才那车也是个死 但是呢 他可能死的比别人迈 毕竟他存留的账面资金比较多 可是他比别人迈 别人就得死的很快了 手机出货量下降是很正常的 这个我跟大家应该原来讲过了 没有办法 大件 中国现在没有钱 穿军大衣都是时尚 就是消费的降级 那今天就这么多 跟大家瞎聊了这么长时间 耽误大家时间了 好吗 谢谢大家听我瞎比比